经常看花妹视频的小朋友就知道 最近花妹在追这个半是蜜糖半是伤 之前花妹扒了剧情 扒了女主将军背的包包 扒了男主元帅的十三款戏服 今天花妹我就扒了扒了 这部剧隐形的男女主爱情的神助攻 狗狗旺财 虽然元帅在商场上是个不败的战神 但是在爱情上是不折不扣的楚男 暗恋了将军十年 中间没有谈过一次恋爱 虽然不是很有经验 但是自信的他怎么可能怂呢 99%的情况都可以发挥自己决定的IQ 为心爱的女子营造出绝佳的恋爱机会 但是还有1%的情况是搞不定的 尤其是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杜老师的时候 这个时候攻击狗旺财就发挥了作用 第一次使用 还是在高中的时候 旺财还是将军领养的一只小狗狗 十年后 第一次使用则是当他发现自己喜欢的将军和陌生男子出去约会 关心责乱的他在外面洋装遛狗 其实是想第一时间等将军回家并且质问他 身为一个高贵的怕导总裁 如此爱面子的他 当然不会傻傻的一个人晚上乖乖的等将军回家 他的方法则是一遍又一遍的遛网财 直到 网财被遛的泪趴了下来 这让我想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不能随便出门的英国市民 竟是把好好的狗狗给累死了 第二次使用 是想制造机会让将军关心自己 于是就放狗 把将军吸引到自己家里 然后装可怜博得同情 进一步制造两人独处的机会 第三次使用 这一次并不是有意为之 在将军洗澡的时候放狗狗进入 但这一次他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反而被整得很惨 第四次使用 在助理需要帮忙之际 他让助理住进了自己家 这样就可以趁机要求住在将军家里 你要住我家 我们俩怎么就孤男寡女了呢 我们怎么就不叫孤男 他也是女的 嗯 这一系列的神操作 让两人的关系前进得更自然 这间接造就了这个清点的情节 衣柜文 也进一步让将军看清楚了自己的心 甚至为了不经意的这一文 在办公室变得魂不守舍 在这里画面我看的是津津有味 先别跟着下路乱炸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距离下次更新还有好几天 希望大家能多多看画面以前的解说 来解解闷吧 拜拜 点赞评论订阅 我都要 谢谢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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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